小燕 你为何这种时候 还不惜法力来往犯因果 我以为匆匆一别 你不会回来了 老子回来接鸡横 乐师 对了 你一向中意鸡横乐师 小九 真的是帝君喜欢的人吗 像帝君这样的尊神 也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下令隐瞒他 真是想不到 根本就是幼稚的要死 你们都能和自己心爱的人 在一起 真好 我还不知道有生之年 能不能再见到凤九殿下 凤九殿下 还不知道我喜欢他呢 孟少 在你想象中 凤九是个什么样的人 像他这样一等一的名门淑女 定是个纯真善良的女线 热爱小动物 绝不沾酒肉 昏腥这等俗物 而且 他在说谁啊 真玄乎 又是哪个物纪啊 他在说 他憧憬的青丘凤九殿下 喜欢小动物 小昆虫 连这苍蝇啊 都舍不得扎死吧 莫少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凤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你还练他爱他吗 你这是何意 若是凤九是他这样 你还练他爱他吗 怎么可能 要是凤九殿像像他那样 我只好找块豆腐 把他去撞死算了 我就是勤求白凤九 我 那个长生将决是我赠予你的 琉璃瓦冠也是我赠予你的 当时救下你之时 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 还瞒了你这么久 不好意思啊 萌尚 你真的是凤九殿下 正是在下 那个不沾酒肉 热爱小昆虫小动物的凤九殿虾 萌尚 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 其实吧 我 你方才喝的是什么 酒啊 吃的是什么 兔子肉啊 猪筷上面钉的是什么 苍蝇 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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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皇子 二皇子 他这怎么了 他呀 几十年的一个梦想破灭了 不堪承受昏过去了 二皇子 女人 我再也不要相信女人了 连我最崇拜的女人 都是这个样子 天底下 还有什么女人可持的指望 他这受什么打击了 看他这样子 不会要做出什么傻事吧 我没想到会给他逼到这个地步 要不要追上去看看 万一他想不开的话 如此便打住吧 若是你再去安慰他 恐怕他伤得就不止是心了 让他哭一哭也好 哭完了兴许就想通了 依老子的高见 你就别追上去了 为了他的安全 还是咱们去吧 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 这里的肉也就困困它们没什么可吃的 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 好 其实 我熬的补生汤最好了 待回到太成宫之后 好好给你补补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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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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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